有两个人都有提过禁锋利业 想问一下1772 有人有货的 Carrie 他140元买入 可不可以继续持续 另外一个三叔仔 他就说1772和1415 短炒的话 哪只直播率高一点 可以怎样操作 那回答了有的 有货的先 当然了 其实84元有都好一段时间之前 最近的都是可能连头那些位置 可能二月 或者再前去年12月 那变成都熬了好几个月 最差的时间下跌了80元 即使现在挡回100元也好 其实距离它的入价 都仅有40元距离 所以你说 是否一下子可以回到 入价楼上 我觉得难的 因为始终禁锋 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 或者经常都听过 觉得基本面其实不差的 又有新能源车电池 你相关的概念 长远增长很强等等 但是偏偏有股价度反映不到 你看到股价反而过去的大半龄 实际是比较弱的 近期曾经好一点 起码要上回100天线 但是今天又再穿回 现在就慢慢想上市 上回100天线楼上 我觉得你可以看着 100天线大概108.5这些位置 是否可以站得稳定 如果是可以站得稳定的 你才可能尽量一点 看大概1.25这些位置附近 我觉得如果你去那些位置 而你的货量是不低的话 其实考虑减一下 就是无论这样再坐过山车 因为其实近方 虽然基本上 像刚才提到大家都觉得好 但是股价反映不到之外 其实股价都蛮波动的 所以如果这些位置 你又不减 但你本身的货量不是小 其实你又是错过又是不奇怪的 因为8.4元那些位置 要上回真的不是太容易 因为除非现在大家对 它的股值突然间 再有很大的调升空间 但是这个案内是难的 因为本身禁风过的问题 就是股价路易也不是太低 就算增长是足够也好 它不是真的很便宜 所以就算未来再加快 也不会扯高得很多 所以你是不是一下子 翻到上去这么高呢 难一点 所以有机会弹高一点 比如去到8.2元 8.125这些位置附近 可能减法价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些位置附近的 我还知道 其实有机会地 不过来 我们查ный 因素的